弟兄姐妹,今週我們進入到薩姆爾記結晶讀經的第七篇 題目就是大衛預表基督,這位真大衛,神要來知國的禍 在這個題目裡面說到基督說到要來的國還是那個禍 所以一共有三個大點 第一個大點就是大衛預表基督,基督是這位真大衛 第二大點就說到大衛和,就是預表基督作和 第三大點就說到大衛的國就預表到基督要來的國 我們就從第一大點開始看起,說到大衛預表這位基督 第一終點就說,在舊約聖經裡面說到基督最偷切 時間有最長的,那個預表就是大衛這個人物 而在新約裡面也都清楚啟示到大衛預表到基督 其中一個就是馬太福音十二章 在那裡基督比一切預表更大 那麼在十二章那裡就說到耶穌在安息日從蜜地經過 那麼他的門徒餓了,就捏起那個蜜水來吃 那麼法利長人看到就跟他說,你的門徒在做安息日不可作的事 就乾犯了安息日的條例 那麼接著第三節,耶穌就對他們說 他說,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作的,你們沒有念過嗎? 他怎麽盡了神的電,吃了陳切餅,就是他不可吃 跟從他的人也不可吃,唯獨祭司才可吃的 接著耶穌就說了,再者裡就指著他的自己 有比電更大的 那麼在這個事例裡面,其實主就引到這個撒母耳記上 第二十一章 在那裡就說到大衛和跟從他的人在逃難的時候 他們去到那個祭司阿希米勒那裡 那麼大衛就問這個祭司給我五個餅 或者有沒有其他的食物 那麼祭司就回答大衛,他說我手沒有平常的餅 只有聖餅,所以到第六節,祭司就拿著聖餅給了大衛 因為沒有其他的餅,只有陳切餅 那麼耶穌,主耶穌在這裡就用了大衛和他的跟從者這個事例 套用在自己和他的跟從者身上 那麼在這裡就含視了一件事 耶穌在地上,在這個馬太方十二章 他就是真大衛,他就引用撒母耳記上 大衛沒有守到那個聖餅 那個利美條例,違反了那個 來講到他自己是真的大衛 然後他再講,他說我給電更大,我才是安息日的主 那麼在同一章的聖經下,後面主也講到他自己的時候 他說我比若勒更大,亦都比所羅門更大 好,我們從這個細點讀起 好了,在馬太方這段話裡 含視主是真大衛 那這一切含視就是大衛和他的跟從者是一個預表 就是預表基督和他的門徒 好了,在這裡也含視了一個積分的轉換 時代的轉換 因為在大衛的時候,他就將祭司的時代轉到君王的時代 君王就在祭司之上 那麼在福音書裡,在新約裡 當基督來了,時代也都轉換 那就從律法的時代轉到恩典的時代 在這個時候,基督是在一切之上 所以當這些法利賽人在問耶穌說 你的門徒干犯安息日的條例的時候 主耶穌在這裡也含視出一種時代的轉換 從律法轉到恩典 好,詩小點,在馬太福音第一章 那個家譜裡面就講到耶穗生大衛王 大衛王就講到是國道和君王的職份 藉著他帶來的 那麼大衛是兩個時代的一個界碑 那麼大衛是列祖裡面最後一個 是君王的頭一個 他結束了這個列祖時代 開始了一個君王的時代 好,然後到第三終點 那麼第三終點就是從三篇的詩篇 都是大衛的詩篇 來啟示到這一位受苦的基督 那麼我們先來看第二十二篇 那麼二十二篇是大衛呢 當他在受迫害的時候他寫的 第一節他說 我的神,我的神 你為什麼棄絕了我呢? 那麼弟兄姐妹,這一節聖經就在馬太福音二十七章 當耶穗釘在十字架,快要斷氣的時候 他就說,我的神啊,我的神 你為什麼離棄我呢? 所以當主耶穗在引用詩篇二十二篇的時候 這個受苦大衛實際就是在十架上面 這位受苦的基督 大衛就成為那個預表 那麼我們可以看看那些經文 除了第一節,第十四節他說 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刀脫了節 我的心如蠟,在我裡面融化 那麼這些都是描繪到耶穗釘在十字架上 那六個小時,他所經歷的那種痛苦 他說我精力枯乾如同瓦片 我的舌頭貼在牙床上 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十六節,犬類圍著我,惡黨還了我 這道描繪中,當主被釘在十字架上面的時候 下面的群眾那種的洶湧 反對他的人如同犬類,如同惡黨 接著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就說到他在十字架上 他們分了我的外衣,又為我的衣服尖溝 在這個二十二篇就描述到 大衛他的受苦表征 這位受苦的基督 這位受苦的基督 在十字架上獻上討告 詩篇109篇就是大衛 為他自己在苦難的時候獻上討告 那裡是第三節 他們圍繞我,說怨恨的話 無故地攻打我 他們與我為敵,以報我愛 但我專心祈禱,討告 而這個討告什麼時候得罪答應呢? 就是詩篇1110篇 詩篇1110篇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的籌敵,作你的腳凳 這裡說到主復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邊 神使籌敵,作主的腳凳 耶和華起了世必不後悔 他說,你視照著物基使得的等詞 永遠為祭司的 基督在他的升天裡 是照著物基使得的等詞 超越阿倫的等詞 而且永遠作為祭司 在他復活的升天裡 所以這個詩篇1110篇就是 剛才的109篇 預表到基督大衛討告的答應 在希伯萊書五章七節 基督在肉身的日子 強烈的哭號 流淚向哪能救他出死的 現上祈禱和懇求 因他的虔食就蒙了誰聽 神不單止叫基督復活 神也藉著基督的升天 答應這個討告 所以在這裡有22篇 表徵受苦的基督 有109篇 預表到這位基督在受苦當中 所獻上的討告 然後1110篇 講到這位復活升天的基督 得著答應 好了,到第四終點 就是薩姆爾記下23章 這段話已經是大衛晚年 沒了的話 在這段話裡面他就說了 他說 以色列的神說話 以色列的盆石對我說 哪以公義治理人 存著對神敬畏執掌權並迫 必像日出的神光 如無雲的早神 如雨後的晴光 使地發生亂雅 原來這裡所說的 大衛其實就是預表基督 講到基督如何 存著對神的敬畏 以公義治理人 大衛預表基督如同 日出無雲的神光 當基督存著對神的敬畏 以公義治理的時候 他就像日出的神光 如雨後的晴光 使地發生亂吵 所以第一大點 弟兄姊妹 我們要留意就是 大衛預表這位基督 而這個第二、第三、第四 終點 從馬太福音十二章 就是講到主 他在地上的即時 他如何是那個真大衛 那到詩篇 二十二篇 一零九篇 一百一十篇 就從大衛預表到這一位 受苦、復活、升天的基督 死而復活、升天的基督 那到第四終點 大衛在他末料的話裡 所描繪的 這位就是那位 要再來的基督 所以從二、三、四 終點 從地上即時的基督 到他一位受苦、釘死、復活、升天的基督 還有這位再來的基督 他是真的大衛 由大衛所預表 好了 來到第二大點 就講到大衛王 大衛王 講到他君王的一面 就預表到基督是王 基督是王 我們先看一些新的聖經 起手 馬太福音一開始 講到家譜的時候 耶犀生大為王 King David 好了 到二章二節 當那些星象家 來找耶穌的時候 他就說 那身為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 因為他的星出現的時候 我們看見了 就前來拜他 那這裏就講到 耶穌生下來 是要作猶太人的王 猶太人的王 那好了 當耶穌被審判 釘十字架以前 總督就問他 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那所以在這裏 都看見耶穌在地上 他有一個身份 他是王 到啟示錄 主回來 一面他是新郎 來迎娶那個辛苦 那辛苦成為軍隊 那其中 在哈密吉頓戰爭裡面 他就說 他有名字寫在他的衣服大腿上 萬皇之王 他是萬皇之王 所以從馬太福音起手 到聖經末了 都講到 基督是王 那大衛呢 預表基督 幾個方面的 這一位 要來之國的王 是怎樣的呢 第一 他是神所立的 第二 他是真戰的王 第三 他是人所厭氣的王 那這裏有幾處聖經 在撒母爾記上 十六章十二節就講到 大衛 他年輕的時候 撒母爾來高他 他是被高的王 是神所立的王 好了 到 撒母爾記下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那當時呢 說到大衛怎樣逃難的時候 他說大衛王 到了巴护林 然後呢 有一個人 叫做 師妹 他出來時 一面走 一面奏 又拿石頭 打大衛王 和他的眾神奉 在這裏 他就成為了 人所厭氣的王 表徵這位的基督 好了 還有中文和中勇士 都在王的右邊 他有勇士 就講到他是一位真戰的王 所以從大衛作王這裏 看見基督 一他是神所立的 二他是來為神的建造而爭戰的 三他也是被人所厭氣的一位 小點一下就講到 基督由大衛所預表下 講到他是真戰的王 那麼在這個真戰裏面 第一他勝過囚敵 第二他得著了土地 預備一切的材料 為了建造造會 作為神的殿 那麼在基督下 據有地之後 他要在國道裏面 作王管理地 和他的德性的信徒 治理列國 那麼這個就是講到 千年國裏面所發生的事 那麼啟示錄二十章 第四節 講到主回來的審判後 他說那幫德性的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第六節就講了 他們環繞了神和基督的祭司 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基督是那位要來的王 那麼德性者要與他一同作王 好基督是要來的王 在千年國的時候 在要來的國裏面 基督是元首 基督也是那個的中心 那麼在那個新言者書下 以塞亞三十二章一節 看了必有一王 憑公義作王 有首領按公平掌權 這個都是指著在千年國裏面 作王的基督來講的 那麼耶利米書二十三章五節 日子將到我要給大位 是興起一個公義的面 就是這位基督下 他必作王掌權 在地上施行公理和公義 指著在千年國的時候 另外撒加利亞書十四章九節 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 耶和華是獨一的神 名字是獨一的名 然後十七節 凡不上耶路撒冷 敬拜大軍王 萬軍之耶和華的 必無語降給他們 以上的經節都講到 基督在千年國裏 是那位要來的王 作元首也作忠心 來到第二終點 我們就看好一些的 舊約新賢者寫到關乎大衛 其實他們就指著基督來講 所以第二終點就說 他說眾生賢者 講到大衛和基督的時候 就將他們當作一個 當作一個 在第一小點下 首先就是耶利米書三十章 第九節 那裡其實在經文裡面就講到 關乎耶和華 關乎以色列復興的應許 在這個復興的應許裡面 他就說他們要服侍耶和華 他們的神和我為他們 所有興起的王大衛 但請留意一下 當時耶利米寫這個書的時候 大衛已經死了 但為什麼呢 在耶利米的預言裡面 他會說要為我們興起王大衛 原來這裡指著基督 他是曾大衛 在復興的時候 指著千年國的時候 他要作王 好 接著第三小點就是以西結書 三十四章這段話 三十四章這段話 那裡就講到神用生命 恢復他的百姓 他自己要來作牧人 那經文就說 他說我必立一個牧人 照管他們 牧養他們 就是我的牧人大衛 他必牧養他們 作他們的牧人 我的牧人大衛 必在他們中間 作首領 在這裡一再提到大衛 同樣的大衛已經不在世了 當時 當以西結寫這句的時候 他講到就是我的牧人大衛 其實就是指著這位要來的基督 而這位要來的基督 他乃是來作牧人 來牧養神的羊 好A小點 他說大衛預表基督 神群羊的真牧人 慰養我們 叫我們得飽足 得到滿足 當主耶穌來作牧人 照料我們的時候 他也來作王管理 所以當我們講到基督作王 同時他藉著牧養來管理我們 一面他是王一面他是牧人 主作牧人照料我們 結果就叫我們順從他作我們的王 我們就服在他軍王職份之下 順從他在我們裡面所設的寶座 好了 以西結書三十七章下 我的牧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 他們眾人必歸一個的牧人 同樣的這裡所指的大衛就是指著這位基督 那什麼時候應驗呢 就是應驗在千年國 復興的時代 應驗在永世就是新天新地 好然後第五小點 在這個河西亞書 在那一段就講到神要信實的復興 在以色列的證實的時候呢 第五節就講 他說後來以色列人都要歸回 尋求他們的神耶和華 和他們的王大衛 在末後的日子必深存敬畏 歸向耶和華 領受他的美善 那第五節這裡提到的他們的王大衛 就是指著在千年國裡面的基督 這個末後的日子 就是指復興的時代 所以從以上的耶利米書 這個以塞亞書 以西結書 和這個河西亞書 都讓我們看見眾生賢者 都講到大衛和基督的時候 將他們當作一個 第三重點 在主要來的掌權裡面 神的權兵榮耀 就要完全得到顯明 全地下 連同其上的人 都要被帶進神 所創造的那種公義 平安喜樂 以及圓滿的福分之中 這個以塞亞書 三十二章那裡就講 有一王憑公義作獲 首領按公平掌權 那時公平要住在礦野 公義要居於肥田 到那日有公義有公平 然後他說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 公義的效驗必是平靜穩妥 直到永遠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下 安穩的住處 平靜的安揭所 曠野和江漢之地必然歡喜 沙漠也必歡騰 必開花繁盛 落上加落 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一片真是滿了平安喜樂 滿了一種福分的光景 Amen 甚至他說 到時 核子眼必珍開 龍子已必開通 鋸子可以跳躍上陸 瓦巴涉頭必歡騰 曠野有水發出 沙漠必有河來湧流 然後第七字那裡說 灼熱的沙地要變為水池 江漢之地要變為水泉 感謝贊美主 好,最後一個大點就是 說到大衛的國 就預表到基督要來的國 在撒母耳記下第七章 當大衛起義 要為耶和華建殿的時候 耶和華就跟大衛說 他說 我不要你為我建殿 反而耶和華說 我必為你建立家室 你在世的日子滿足 與你列祖同歲的時候 我必興起你福中所出的後裔來接觸你 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堅定他的國衛 你的家你的國必在你面前永遠建立 你的國衛必永遠的建立 一面來說 在當時就是耶和華對大衛的一個應許 在預表上面就說到 原來這個家 這個國 這個國衛 都是指著基督有關 因為在大衛的時代 他的國沒有永遠堅定 他的家 他的國衛沒有得著 永遠堅囊 但是在基督的國 基督的國衛裡面 這個就永遠堅囊 我們先看看 第一小點 大衛的家 講到你的家 其實指著這一位的基督 大衛的國 指著基督的國 而大衛的國衛 指著基督的寶座 都是指著基督來講的 第二小點 他說大衛的國 就是基督的國 那麼大衛和基督 同有一個國衛 或者寶座 英文就是 你看那個以賽亞書 九章七節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真無窮 前面就講到 有一英系為我們而生下 有一子賜給我們 就指著這一位基督來講 然後到第七節 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 治理他的國 奇妙 基督是在大衛的寶座上 治理神的國 所以大衛和基督 同有一個寶座 所以這裏大衛的寶座 也指著基督的寶座 十六章五節 那時必有寶座 因此外建立 有一位憑真實坐在其上 就是這位基督 坐在寶座上 在大衛的帳範中 施行審判 好 第三小點 天使 天使掌握這個加伯烈 傳遞神的話給馬利亞的時候 他就說 就指著這個嬰孩 他說他要為大 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主神要把他做大衛的寶座給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遠 他的國沒有窮盡 在這裏提到大衛的寶座 提到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提到他的國沒有窮盡 意思就是說 神給大衛的那個藥 要應驗在這位基督的身上 基督的身上 他有寶座 他打國家的王 他的國沒有窮盡 好 第四小點 神應許大衛 他的家 他的國 永遠建立 這一切都應驗在基督的身上 好 第五小點 基督要照著神所應許大衛的 來繼承大衛的王位 作雅各家的王 勞家福音一章三十三節 直到永遠 他的國沒有窮盡 這個都應驗在基督的身上 這個國是指著什麼呢 指著在千年國的時候 那個屬地的部分 那個叫做利塞雅國 也叫做人子的國 在《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一節》 人子要猜證他的事者 從他的國裡面 就攜襲一切 半跌人的事和行不法的人 這裡人子在他的國 這個國指著人子的國 環有啟示錄十一章 他說 世上的國都要成了我主和他 他基督的國 那麼這裡 世上的國是指著千年國裡面 這個屬地的部分 都要成為我主和他基督 基督就是尼塞雅 所以就是尼塞雅的國 好了 在B小點就說 他說這個也將會是 復興的以色列國 那麼士徒行轉一章六節 當耶穌公開升天之前 門徒門就問他 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 就在這時候嗎 那麼結果 以色列的復興 是要等這個 在這個治會時代結束之後 千年國來臨的時候 主要來復興以色列國 那麼士徒行轉十五章十六節 雅各也引用到這一處經文 他說 此後我要回來 重新建造大衛倒塌的帳幕 那麼這個呢 就是那個阿摩斯書第九章那裡說 我要重建他的頹墟 把它再立起來 那麼這個都是說到 在千年國道 在這個屬地部分 當主回來的時候 他如何呢 要來重新修造大衛的帳幕 那麼馬可福音十一章十字 那將要來的 我們祖宗大衛的國 都是指著這一個 所以在這個千年國裡面 屬地的部分 叫做尼塞亞國 叫做人子的國 也都是復興的以色列國 也都是大衛的倒塌帳 重新修造起來 好去到第二個終點 就是阿摩斯書 阿摩斯書第九章 十一節他說 到哪日 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反那毀壞的建立起來 重新修造 像古時一樣 使以色列人 得以東所餘勝的 和所有稱為我明下的國 這是行這是的耶和華說的 那麼同樣的 阿摩斯寫他的預言書的時候 大衛早就不在 所以在這裡提到的大衛 都是指著這位要來的基督 來講的 那麼這個大衛的帳幕 就是指著大衛的國 和他的皇室 好了 那麼在那個公元前 六八零六年 尼布甲尼撒努略以色列國 由論聖避 焚燒成一 偉偉聖殿 也都老走君王的時候 大衛的國和他的皇室 就倒塌了 那麼而阿摩斯的預言 他說神應許 有一日大衛的國和他的家 要得罪復興 萬國要稱為耶和華明下的國 那麼這個預言 就指著基督 他要回來作真大衛 並且要重建來恢復先祖大衛的國 復興整個的宇宙 那麼那時候大衛的國 就要成為基督和神的國 就是啟示錄十一章十五節那裡說 他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國 直到永遠 那麼在千年國的期間 主要坐在大衛的寶座上 掌管雅各家 雅各家就指著猶太人來講 並且治理地上的列國 所以勞家福音一章三十三節下 講到他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遠 他的國沒有窮盡 就指著在千年國期間 基督坐在寶座上掌管猶太人 另外 詩篇二章八節 他說 我就將列國刺理為基業 同時在千年國度裡面 地上的列國也歸由基督和他的德聖者 所來自理 我們感謝主 基督是爭大衛 而基督也是爭的大衛王 大衛的國也都由這位要來的基督 要來的國所預表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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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